财阀的世界真魔幻了 只因察觉到 新来的前台姐姐聪慧过人 就冲她翻了个白眼 结果夜里 小姐姐竟神奇地出现在了她的游艇前 也正是小姐姐的这份聪慧懂事 以及之后的体贴入微 给这个财阀留下了不肯磨灭的印象 以至于从那天起 只要她从女孩身边划过 她就想找机会重温一下 而姐姐也没有让她失望 只要收到财阀的消息 她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财阀指定的任何地点 甚至连有时财阀晚上做噩梦了 需要人哄啊 只要一个电话 她都会出现在财阀的面前 帮她缓解紧张 然而最让财阀觉得感动的是 这个姐姐不仅没像其他名媛一样 仗着卧榻上的小小寸步 就天天哭着喊着要入豪门 反而是主动偷偷保守着他们的关系 看着这么一个聪慧又懂事的女孩 财阀决定要把她从前台姐姐 直升到财阀夫人的位置 听到这话的女孩 心里顿时兴奋了 她知道自己终于成功了 然而第二天 当女孩还在幻想着财阀夫人的美梦时 她却忽然收到 人事部调她去中国分公司的通知 听着这突如其来的调令 女孩决定找财阀问得清楚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在办公室等她的 并不是财阀 而是集团的大总管 看着桌上的机票和价值十亿的支票 女孩似乎懂了 但她还是想争取一下 听到这话的女孩 彻底死心了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其实财阀也是无可奈何 原来原本财阀还是真想去她进门的 可就在她把这个想法 告诉集团大总管时 大总管却告诉了她一个秘密 她母亲为了帮她争夺家产 正在秘密运作她和未来总统女儿的婚事 一旦联姻成功 她就能成为财团的继承人 可就是面对如此巨大的诱务 起初财阀却还是不愿妥协的 因为她已经无法忘记女孩的美容了 然而当她看到总统千金的照片时 却好像一切都过去了 刚才还满脸愁苦的她 竟然笑出了猪叫 就这样 这位同样美丽动人的总统千金 成了她的新宝贝 而她的就宝贝苏西 却只能背着背包 踏上前往长沙的航班 暂时的纤尾却在 小猪我的怀抱里哭泣了 财阀正准备向全国宣布 自己与总统千金的婚事 却发现该死的前女友竟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然而就在她惊魂未定之时 女孩又给了她一个惊喜 我去 居然还是的男孩 然而就在她尝试着回想孩子的时间时 她的未婚妻也来到了演播室 可接下来前女友的举动 差点把她当场吓尿 只见前女友气势汹汹 悄悄地摸到了未婚妻的身旁 忽然说了句 听到这句普通的阿尼阿西优 财阀嗅到了大战前的味道 看着一边是韩国总统的千金 一边是宋子讨贼的前女友 两只母老虎就这么 并排地站在自己面前 财阀少爷已经慌了手脚 以至于正常直播时 连最重要的婚讯都忘了宣布 就草草地结束了直播 找了的机会 偷偷把前女友拖到了一边 听的前女友要碾死自己 财阀彻底的疯了 于是为了不让女人破坏 她入赘总统家的好事 她找到了总管 告诉她不管花多少钱 不管用什么手段 必须把这个女人弄走 就这样 得到圣旨的总管 很礼貌地来到了素希的家 可让总管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曾经被几亿就打发走的女人 怀上龙肿后仿佛金刚附体了 不管是面对百亿现金的诱惑 还是拳打脚踢的痛苦 素希都始终没有妥协 面对如此刚烈的女人 一向心狠手辣的总管 都开始有点于心不忍了 然而素希接下来的举动 就更让人吃惊了 她找到了财阀 把百亿现金全都还给了财阀 兴直地走向了汉江 这一幕彻底地吓傻了财阀 她想不明白这个女人 到底想要什么 此时身为财阀的她哪里知道 这个普通女人的诉求 根本不像她们这些财阀的世界那么复杂 素希的要求很简单 她只是想当孩子在腹中踢她的时候 能躺在爱人的怀里一起分享这份喜悦 只是想当她在医院分娩的时候 能有一双手为她打气 给她承受分娩之痛的勇气 让她的孩子 出生时能看到自己的父亲 行死而已 她本是财阀心中最爱的小宝贝 可最终却惨遭财阀的流放 只因这个财阀少爷又看上了 可她拥有同样美貌的总统千金 可想着肚子里的孩子 穷女孩还是决定最后一搏 为孩子争取一个完整的家庭 就这样 女孩靠着肚子里的神力 扛住了百亿的诱惑 无情的羞辱和成敦的伤害 最终在母子准备上西天的那一刻 唤醒了财阀的心 可让素希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这个财阀是属诸的 只有三天的记忆 三天后 财阀又向她们母子提出了分手 而且这一次比以往都要坚决 此时的素希哪里知道 对于这个财阀来说 可总统千金结婚是她最后的稻草了 原来 就在几天前 财阀大总管忽然拿着一份 DNA检测报告找到她 看着DNA的报告结果 财阀瞬间傻了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 自己竟不是亲生的 然后还没等她缓过神来 大总管接下来的话 就更让她一身冷汗 这份报告 是她叔叔为了阻止她当继承人 偷偷拿她毛发去查的 好在大总管发现的及时 第一时间就掉了包 可现在这个事是迟早要被发现的 如今她只有在她叔叔拿到资料之前 尽快和总统千金结婚 拿到继承权 才能确保自己不被赶出家门 看着编剧安排的这狗血剧情 财阀彻底的乱了 面对着一边是盼望她回家的母子 一边是金钱和权力这样艰难的选题 此时的她恨不得让镜头前的宝宝们 来帮她做选择 经过痛苦的纠结之后 她最终决定像个男人一样 不做任何选择 直接去汉江里给自己一个解脱 可当她踏入汉江时 冰冷的江水彻底的冻醒了她 此时的她明白了 对于她这样连冷都怕的人来说 母子情还是有点太理想了 养尊处优的财阀生活 才是她真正需要的 就这样 她又一次抛弃了可怜的母子二人 以迅雷不及眼耳盗铃之势 火速地与总统千金完婚了 可让她怎么也没想到的事 就在她以为自己紧紧抱着 未来的美好生活时 那都被她抛弃的素希 正靠着对她复仇的信念 一边带着孩子 一边苦练自己 一场首任负心汉的大戏 即将上演 从没见过这么狠的女孩 明明怀有身孕 却还每天坚持苦练永春拳 为的就是在神功练成之时 能亲手手刃 那个丢下他们母子的负心汉 而女孩要复仇的目标 不是别人 正是在韩国有着一口一根身外号的 顶级财阀家族 四星财团的大公子朴不成 原来 素希和朴不成本可以有一个美满的结局 可谁知道 这个身价千亿的财阀 也是个攀附权贵的主 为了能利用总统女婿的身份 帮她夺得家族继承权 过上像她爷爷那样 每一口一根千年深的奢靡生活 她竟然无情地抛弃了 素希母子俩 一头钻进了总统千金的怀抱 甚至为了不让素希坏了她的好事 竟然多次让人 对素希进行威胁恐吓 所以 面对着这样又有权又有势的负心汉 势单力薄的素希 要想讨回公道 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用永春拳来为自己申冤了 可奇怪的是 素希的永春还没练几天 台阀忽然又主动找到了她 并且态度忽然反转 开始关心起了她们母子 听着财阀的关心 素希心中刚燃起的复仇火焰 瞬间就被扑灭了 此时她的心中充满了对老天的感谢 感谢老天让这个男人良心发现了 可她哪里知道 这一切的功劳不在老天 都是她自己努力的成果 原来 为了怕素希闹事 财阀一直暗中派人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当看到素希 疯狂地练习永春的画面时 财阀彻底地被素希吓到 想着搞不好将来 这一刀一刀就要扎在自己身上时 本来就胆小的财阀 决定还是先以和违贵稳住素希 就这样 素希靠着自己的坚韧 又为自己拿到和总统千金PK资格 虽然暂时她还只能在暗处 但小猪相信 就凭着素希的这坚韧的性格 和最关键的长相 不管未来乾坤如何定 素希一定是那匹黑马 奥利给 财阀的世界真是魔幻啊 与新婚的妻子的蜜月之旅 竟偷偷带上了怀着身孕的前女友 哄睡顽头等仓的千金妻子 她又要马不停蹄偷偷跑去 中间的酒水吧 与前女友来的敖包相会 这要是身体虚的 还真受不了啊 然而更令人佩服的是 这种小猪连一秒都不敢想的神操作 这个财阀竟然坚持了五年 也许正应了一句老话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就在这五年的光景里 财阀的人生像开了挂一样 不仅没有让千金妻子发现任何问题 自己还靠着千金老爸的总统身份 拿下了家族的继承权 成为了四星财团的老大 然而更让她觉得 老天都在帮她的事 原本是永远不可能见面的 郑公和妃子两位冤家 却也在这段神奇的岁月里 不仅碰了面 竟然还成了无话不说的好闺蜜 甚至她和前女友的孩子 都被妻子认作了干儿子 天天明目张胆在 她的豪宅中玩耍 看到这么和谐幸福的美好画面 别说财阀本人了 小猪我都恨不得钻进屏幕 冲进这两个漂亮姐姐的怀里 喊上一句 然而 可就在财阀都觉得自己的余生 像在这么和谐文明的 三人世界中度过时 那个平日里 从来不争不强 遵守规矩的素希 却突然捅破了她的美貌 看着手机里的一家三头 千金顿时傻了 往日的那些美好回忆 就像苍蝇一样飞上了心头 正希 这是我见过最单纯的女人 明明从闺蜜的手机里 看到了自己老公正躺在 她们母子中间酣睡的照片 竟然还安慰自己 也许是因为自己认了 闺蜜的儿子当干儿子 所以老公才会出现在这画面中 但随着看到手机里的 越来越多一家三口的幸福画面时 她的幻想彻底的被击碎了 听到这话的女人 恨死了眼前的素希 她不明白既然已经骗了自己五年 为什么不一直欺骗下去 为什么还非要和自己做闺蜜 然而更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个明明理亏的好闺蜜 此时竟然还有脸 要她把这个孩子收养进财阀家族 听到这话的女人彻底的懵了 她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 到底是个什么魔鬼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其实素希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 原来就在几天前 素希把意外晕倒的她送到医院之时 就被经验丰富的婆婆 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在她的逼问下 大总管也只有将之前的全部情况 如实地说了出来 看着这个即将影响 家族和总统千金关系的母子 婆婆决定将他们人道毁灭 好在大总管实在看不过 暗中保下了素希母子 看着危险已经临近自己的孩子 素希被逼无奈 只好找到千金告诉她真相 希望她能收养孩子保住她的幸运 而作为回报 她将永远地消失在她和财阀的世界 可此时的千金已经听不进任何话了 气愤的她直接晕了过去 可让素希万万没想到的是 从医院醒来的千金 第一时间就把她叫来的医院 并且同意了收养她孩子的请求 而正当素希感动的时候 她却得知 刚才千金度中的孩子被气得流产了 看着自己的鲁莽之举 虽然救了自己的孩子 却害了别人的孩子 素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她真希望一切可以重来 让她和这个善良的女人 在没有这么复杂的环境中 再重新相处一次 她一定会做她一辈子的好闺蜜 财阀的世界真是魔幻啊 财阀家傻儿子刚吧 总统千金气到流产没几天 财阀会长竟又逼死了她的总统父亲 原来 自从她嫁给四星财团大少爷调不成后 她父亲和这个亲家就开始了频繁的互动 原本这种互惠互利应该是天衣无缝的 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几天前 当财团正准备为她父亲 继续连任总统做最后冲刺的时候 忽然出现了一条检察院开启调查总统的新闻 看着这突如其来的新闻 财阀老会长很是生气 他立刻让总管去查查 看看是哪个不怕死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可当总管通过内部人 听到发起调查人的名字时 所有人都傻了 得知是这个愣头亲在调查 财阀会长知道这次出事了 毕竟人家是刚把警惠送进去 有着总统杀手之称的检察官 所以为了不把财团牵扯进去 老会长决定要壮士断腕了 他找到正被监控中的总统 在布满监听器的房间里 用巧妙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听到这话的总统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一生追求的权利 最终只不过是这些财阀眼里的牟利工具 此时的他真希望老天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如果让他再回到起初 选择权利和家庭的那一刻 他一定会选择自己的家庭 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 入公最终只不过是这些财队的感觉 fields 只好是这些财队的原因 进入海去 我无法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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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财队的东西 我无法险点 这是我见不最可怜的女人 总统父亲刚死 她就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人走茶凉 不仅身为婆家的四星财团 没为葬礼出一分钱 甚至为了跟这个畏罪自杀的总统亲家 撇清关系 财阀家族内部更是严厉 不许任何人参加 连她老公偷偷跑来参加 都被婆婆进行了狠狠的教育 而回到婆家的她 更是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冷遇和嘲讽 就连一向和她父亲兄弟相称的老会长 都开始当着她面数落起她父亲来 然而更让她心寒的是 之前为了帮儿子夺得继承权 去求她总统父亲联姻的那个好婆婆 现在竟也换了一副嘴脸 不仅对她像对下人一般 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更是直言不会要她马上离婚 看着婆家人现在这束现实的嘴脸 再想想当年自己进门时他们的样子 千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人走茶凉 只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但好在唯一还能让她感到有一丝欣慰的事 就在家族所有人都把她抛弃之时 平日里对她并不热情的大总管 这时却始终陪在她的身边 看着这份原本不应该属于自己的关心 千金虽然有些吃惊 但也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可她哪里知道 大总管可不是关心这么简单 她是在救她的命 因为她太了解千金的那个恶婆婆 当千金拒绝离婚的那一刻 那个恶毒婆婆就肯定不会放到她 大总管只是想用自己最大的能力 保护住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 保护住那个在她心底 深藏了二十年的爱人 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 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 女人的选择 完美又绝对 难道要 我想你下跪 曾经是对你说过 这是个无言的结局 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深深爱着的男人 竟想杀了自己 看着男人眼神中的杀气 素希彻底的恍惚了 她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吧 曾经那个可爱 甚至带点憨憨的男人 变成现在这副恶魔的模样 原来就在几天前 她和素希的这段地下情 忽然就被曝光了出来 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 让她有了重不详的感觉 果然经过调查 她发现这背后的推手就是 被她逼出财团的叔叔 而且她叔叔已经找过了素希 想着一个被自己废掉的人 一个被自己抛弃的人 两个人竟然坐在了一起 财阀的后几辆就直冒冷汗 这肯定是想联手想向她复仇 把她从继承人上拉下来啊 于是 早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她 找到的素希 并残忍地抢走了孩子 准备一刀解决掉这个最大的麻烦 可好在最后的时刻 她心里仅存的人性 并没有让她一刀将这个女人送走 否则她可能真的会悔恨终身 因为她根本不知道 这个差点被自己除掉的女人 有多么的爱她 当她面对她叔叔开出的百亿诱惑时 素希没有出卖她 当面对着非法拘禁他们母子的情况 素希也始终没有妥协 甚至最后要不是素希 用母子绝食自杀的方式 吓到了叔叔 财阀今天可能就连这个对她 发疯的机会都不会有了 然而财阀手中的刀虽然没有杀死素希 可财阀心中的那把毒刃 已经彻底地杀死了素希对她的爱 看着这个已经被金钱和权力 腐蚀的面目全非的恋人 素希决定放手 就这样 财阀最终靠着心狠稳固了财团的位置 可人生就是这么有意思 财阀万万没想到 在她的管理下 这个曾经全球第一的四星财团 直线坠落 已经被后来居上的华为直接吊打 甚至新出的产品送狗 狗都开始嫌弃了 可那个被她抛弃的素希 却靠着自己的美貌和善良 一步步成了韩国顶经理心 成了全韩国财阀天天想着 跪舔的梦中情人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 善恶中有报吧 好了 做个善人 点个赞 好运永远办着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个系列见